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跟大家跟進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首先,蘋果公司發布新款iPhone,頂級機營漲價 蘋果公司Apple、Obo發布了新款iPhone系列產品 希望在不上吊更基本款機營價格的情況下 從該系列的頂級機營中,賺取更多利潤 基本款機營只進行了小幅升級 這家總部位於加州富比蒂諾的科技巨頭 在週二的一次公司活動上,公佈了最新iPhone 15產品系列 該系列機營主要做了漸進式改進、更好的攝像頭 改進的電池和新的軟體功能 對於價格較高的Pro機營 蘋果公司使用了洗手機更輕的新的泰金屬外殼 以及手機螢幕進一步延伸到設備邊緣等改進 認為6G的iPhone 15 Pro Max 起價為1199美元 蘋果公司稱 這與去年存儲容量相同的Pro Max價格相同 但今年取消了價格較低低128G基營 實際上,相當於將Pro Max的最低價格上掉了100美元 上述新品發布後 蘋果公司股價週二收盤下跌1.7% 儘管近期有些走遠 但該股今年截至週一收盤仍累計上漲38% 好於同期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的表現 蘋果公司股東Sax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客戶基金經理 Prime Mulberry 月 一些投資者一直希望基本款機型漲價 以提振理人率 蘋果公司對消費者購買力 開始減弱這一情況 非常敏感 Mulberry 月 從戰術上講 讓用戶買得起的同時 在高端手機的理人率上 造點文章似乎也適合情合理的 15 Pro 機型取消了自第一代iPhone以來 一直都有的靜音開關 改為自定以多功能按鍵 可快速調出相機或某些應用程式 15 Pro 機型搭載A17 Pro 晶片 這款晶片用台積電 Taiwan Summit Conduct Manufacturing 2330TW TSM 的 3 納米製程工藝打造 15 Pro 機型的拍攝系統也得到了提升 尤其是尺寸較大的15 Pro Max 鏡頭光學變焦可達5倍 用於遠距離拍照 15 Pro 機型還可以創建3D 影片 以後可用該公司的頭帶設備 Approvision Pro 觀看 這款頭帶設備要到明年年初才上市 在智能手機市場降溫的同時 蘋果公司希望這些升級足以保持銷售增長 根據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數據 2023年全年的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 預計將較上年下降6%至11.5億部 創下10年內智能手機出貨量的最低值 個研究公司稱 蘋果公司有可能從三星、三星手中 奪走智能手機出貨量的頭把交椅 蘋果公司在2019年推出了iPhone Pro 系列手機 吸引更多消費者購買該系列手機的做法 讓蘋果公司保持了銷售收入攀升的勢頭 Counterpoint Research 稱 自2019年以來 蘋果公司的iPhone 業務收入增長了44%以上 儘管同期出貨量僅增長15%左右 iPhone 業務仍到蘋果公司總收入的一半左右 蘋果公司最近公布的截至7月1日的財季業績報告顯示 iPhone 業務收入下降2.4%至397億美元 低於分析師的預期 蘋果公司的第三大市場 中國現已變成給該公司帶來更大不確定性的來源 據華爾加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週報道 就在最近幾週 中國政府已指示政府工作人員不得在工作場所使用iPhone 中國政府還將這些禁令擴大到了國有企業的商業運作 其中包括航天和能源行業的員工 中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Proway Technologies Co.最近也宣布回歸蘋果公司 稱霸的中國高端智能手機市場 近年內在西方國家對關鍵晶片技術大家制裁之後 華為在該領運已不再是蘋果公司的競爭對手 但華為此番出人意料的回歸 推出了用國產技術的高端機營 主打快速無線傳輸功能 蘋果公司面臨的這兩個來自中國的挑戰 跌加在一起 引發了投資者的擔憂 導致蘋果公司股價上週下跌6% 市值縮筍約1900億美元 iPhone 15 標準款機營將延續去年推出的iPhone 14 Pro 的一攝功能 iPhone 15 的起售價為799美元 尺寸更大的iPhone 15 Plus 起售價為899美元 與去年推出的iPhone 14 標準款機營的定價相同 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公司 IDC 的副總裁Francisco Geronimo 表示 iPhone 15 標準版機營攝像頭的重大升級 從iPhone 14 的1200萬像素攝像頭 升級為4800萬像素 可能會吸引使用舊款手機的用戶換身 據該公司估計 6成蘋果 iPhone 用戶現有手機 已用了至少4年 Geronimo 表示 蘋果公司正在解決這6億 iPhone 用戶的長尾問題 這些用戶將在某個時候進行升級 IDC 預計 蘋果公司的新 iPhone 系列 上市頭12個月將售出1.5億部 與去年銷售週期的情況相似 對於消費者來說 最重要的更新 許是蘋果公司所有生產品中的一項全面更新 蘋果公司新推出的 iPhone 改用 QSBC 標準接口 器用2012年 iPhone 5 開始用Dicklining專有接頭 蘋果公司此舉是遵循新的歐洲監管規則 該公司起初曾反對該新規 改用QSBC 接口意味著 蘋果公司在向目前許多消費設備 包括競品 使用手機所用的通用接口標準靠攏 蘋果公司表示 iPhone 15 Pro 使用的該公司 A 17 Pro 晶片 能支持 USB-C 端口實現每秒10GB的數據傳輸速度 蘋果公司還推出了兩款新的Apple Watch 分別是 Series 9 以及體積更大 更適合運動的 Apple Watch Ultra 2 蘋果公司表示 這兩款手錶均使用名為 S9 的新晶片 該晶片可加快手錶的 KI 處理速度 這款晶片能讓用戶與 Series 語音助手對話 並在設備上訪問健康數據 無需上傳雲端 這款新晶片還支持一種新釘與該手錶互動的方式 蘋果公司將此稱為 Double Tap 用護食指和帽子互點兩下 即可完成一些快速任務 比如接電話或關閉鬧鐘 蘋果公司還宣稱 新款 Apple Watch 是其首款實現碳中和的產品 該公司表示 出於環保考慮 將不在在其產品中使用皮革 例如 Apple Watch 表達 第二則 台積電計劃 向暗的 IPO 交易投資至多 1 億美元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2330 TW TSN 簡稱 台積電計劃 向暗 Holdings 的首次公開無股 IPO 交易投資至多 1 億美元 台積電週二晚間表示 公司董事會在一次特別會議上批准了這項投資 在面向投資者進行為期一週的路演後 AAM及其承銷商將於週三確定 IPO 價格 預計AAM 的美國傳托股票將於週四起在納斯達克市場交易 這家英國晶片設計公司正尋求至少 520 億美元的股值 自 2016 年起 將 AAM 收入囊下的軟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op Bank Group 9984 跳張出售 9,550 萬股 AAM 股票 約後這總股份數的 10% AAM 預計將保留剩餘股份 AAM 的一些客戶 包括英偉大 NVIDIA NVIDIA 三星電子 Samson Electronics 005930 SC和蘋果公司 Apple Apple 都同意認購者作 IPO 的股票 以示兌安的支持 第三則 美眾議員議長麥卡洋對拜登展開彈劾調查 美國眾議員議長麥卡洋 Kavin M. C. Cardi 表示 眾議員將以腐敗指控為由對總統拜登 展開正式的彈劾調查 麥卡洋在周二 向記者發表的聲明中說 眾議員共和黨人發現了對拜登總統行為的 嚴重而可信的指控、綜合來看 這些指控描繪了一幅腐敗文化的途徑 共和黨人一直在調查拜登是否在韓特 拜登 Hunter Biden 的海外商業往來中扮演了角色 從中獲益 華爾加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曾報道了 隨著父親卸任副總統 康德 拜登是如何加強其海外商業交易獲得中國一家 私募股權投資公司的薄價股份 以及與羅馬尼亞一家房地產巨頭達成諮詢安排 麥卡洋雪 調查工作 將由監督委員會眾議員James Cummerhinto 司法委員會主席Jim Jordan和籌款委員會主席Jason Smith配合